春天后母星名不虚传 今天终于回暖 注意哦 这个星期温差可能高达19度 您来看看这种画面 这个一坨一坨的 像什么 像棉花吗 没有 这个是青海溶雪造成的溃蹄 牲口集体灭绝的恐怖画面 而高温加速雪崩 日本北海道 也发生了滑雪场活埋意外 出人命了 其实只有15分钟的黄金救援时间 灵敏的狗鼻子 怎么在大雪覆盖当中 闻出火口的气味 定位救人呢 是 二月中的时候 在青海的东阁错纳湖 因为湖的大坝溃堤 结果洪水泛滥 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很多的羊群 被这个有没有滚滚的洪水 因为羊它逃不了 这么大 到处都是洪水 最后就有很多的羊被淹死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的牧羊人 他能够找回多少 走湿的羊就尽量找回多少 但有很多的你看 等一下镜头往下移 有一些令人不忍足足的画面 因为羊都淹死了 但重点是我刚刚一开始开上百讲 这是二月中发生的事情 竟然消息现在才曝光 可见之前 青海当地的政府 他掩埋了这个讯息 有多久 封锁了这个讯息有多久 而且那时候有很多民众讲 那听说我们有很多的牧民 流离失所 还有羊都被淹死了 那些工作人员还一直 急忙否认 没有这回事 要不是现在有画面为证 好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东格戳纳湖它的这个大坝溃堤 但是也因为极端的气候 导致这个洪水的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讲到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更可怕的在德州 因为德州这野火 上礼拜我在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它当时烧的面积 是4.5个双北大 而且是德州历史史上第二大野火 抱歉我现在要更正了 它现在是德州历史史上第一大野火 这五出的野火到现在无一被扑灭 顶多只有15%的地方有被控制 现在已经收到多大 15个台北市大 导致出现了一类似末日的景象 就是有那个牧牛牛厂的厂主这样 你看我们家的牧牛 就这样万牛奔逃 你看那后面那个 仿佛那个有生命般的黑烟 就这样一直追赶它们 因为那是野火烧的 那牧牛的牛厂就讲 厂主就讲 他说我根本因为 完全没有办法救得了他 你看他们边奔逃还在 边惨叫狂奔 可见这野火无情有多么的可怕 那么既然这么可怕 这么极端的气候 他们说因为德州出现了 异常温暖的冬天 那这边应该都很暖了 加州也很暖了 还是内华达州是很暖 一个美国西部 两个世界 我带大家去看 美国的加州 内华达州 还有犹他州 因为受太平洋风暴的影响 既然到处都是冰雪 那就赶快回家 避难嘛 没有耶 大家看这怎么回事 都已经冰雪了 现在还有人要踢足球 是有一种 就是我们想说 反凤 就是我们讲的 自我嘲讽吗 没有 这不是 这不是什么民众在玩了 这是真的他们美国职业足球的比赛 当时是 皇家沿湖城 就是由这个 犹他州 对上了这个 洛杉矶的队 结果你看 在大雪当中比赛 美国他们自己都讲 说这是他们少数在暴风雪中 举行足球比赛 不过洛杉矶队的 这个教练后来抗议 雪下成这样 还要比什么赛 好 那我们把镜头再 拉到了 俄海俄州 刚刚看到了 也我 看到了 暴风雪 那这里是什么 这一件是龙卷风啊 所以刚刚讲什么 什么一周有好几种天气 美国说我这边啊 我一个西部就有这么多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灾难 离天过后的场景 你知道这龙卷风多可怕 在他看到狂袭当地之后 结果我给大家看 既然他们有个赫赫有名的空军基地 叫莱特 你看都已经以 飞机发明人命名的 工军基地 产成这样 你知道他这个 后面的那些修复机棚 都被摧毁就出来 外面展示的都是一些 他们二战的古董飞机 那都有历史价值 他们说里头有一台 B-17轰炸机 还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 去轰炸过菲律宾的 也相对的都毁损了 可见这个龙卷风当时是 管你飞机是铁皮包的 还是什么 多大的多重 我都把你吹的这样子 七八烂 这么一个美国就短短的这样一个礼拜 遭受到这么多极端气候的侵袭呢 就那句话呀 一开场跟大家报告的 春天后母星 说变脸就变脸 那个天后就剧烈 前一阵时间冷又冷的要命 后来高温又来得太快 高温造成溶雪 造成雪崩 北海道出大事了 怎么办 你只能靠灵敏的狗鼻子 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 是 这个我们把镜头拉到日本的北海道 他们的利高三发生多起雪崩 那北海道其实积雪 这个大家并不会觉得很意外 可是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一个日本也是两个世界 那东京都左边附近的长野 它竟然也积雪 好那我就连这两个雪崩意外一起讲 刚刚说到北海道利高山的多起雪崩 造成当时有一个八人组成的滑雪团 有三人被活埋 好那另外呢 日本长野县这个就比较令人意外 因为它是中部地区 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冷 可是它竟然在北阿尔卑斯山的附近 也有十个人在滑雪的时候 惨遭活埋 更可怕的是在被活埋的过程当中 那雪崩的幸存者说 还好我身上有带这个信标 赶快发射信标 来让救难的人把我们救出来 有一个女的被活埋的时候 她还说 我当时知道 一定是雪崩 可是呢 因为一阵混乱 我整个人昏迷 醒来的时候就发现 我已经埋在雪里面 观众朋友我问各位 你们有没有想过 雪崩要怎么救人啊 如果埋在雪里面已经失欲知觉了 一定好人来救啊 刚刚主持人提到 她说有15分钟的黄金抢队时间 超过15分钟 你在雪里面 你可能就必须长眠于此了 谁来救 叫做 英格兰三地搜救犬 哇这段画面看起来 非常非常的 令这个人类感到 狗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这个狗 它受过训练 你现在看到是 有一个人假装自己被雪 掩埋就工作人员了 然后拿着摄影机来拍 雪崩 搜救犬是怎么救他的 我们仔细去看 当搜救人员发号施令说 走 你去搜寻的时候 他可以 在30分钟内搜寻 一公顷的范围 这里看是否有人被活埋 然后找到之后呢 他可以在10秒钟 确定雪里面 是不是人 还有这个人的状况 跟主人回报 我想到了 一般的反而说地震啊 反而就是一些灾难现场的 搜救犬 天气热 空气中会弥漫 这种人的气味 可是我很冷的地方 那气味相对不灵敏 哇这些狗鼻子是要多灵啊 所以人家就讲 很嗅觉很灵敏的 真是像狗鼻子一样 这个绝非浪得虚名 那刚刚我说了 10秒钟 他可以确定这个人 事实事活 并跟主人回报 那主人要过来 也要点时间嘛 对不对 不 我告诉他 不会浪费1分1秒 他会利用主人过来的时候 花30秒时间 即尽所能 想办法把里面的人给拖出来 哇 那也就是说 10秒确定这个 身完整的定位 30秒顺利开挖雪堆 找到受困者 是不是 真的 雪崩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搜救犬 但假如雪崩 我还讲一个大家比较 不为人知的故事 你知道曾经因为雪崩 害英国可能会 少一位国王吗 啊 这是不是严重啊 对 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查尔斯国王 那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 当时他还只是查尔斯王族 而且跟戴娜王妃都还没有礼意 那他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们英国皇室很喜欢去瑞士的这处滑雪场 叫克洛斯特斯滑雪 而且熟门熟路的这个查尔斯王族 当时去的时候还有那种特别的缆车 来为他等于说是包场这样子 那他当时还带了一个朋友 他最好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是叫做修林赛 他是一个英国皇家军队的少校 那跟查尔斯很好 那两队夫妻就一起去啊 就是查尔斯王族带着戴安娜王妃 然后还有这个修林赛带他太太 结果不晓得是不是命中注定 戴安娜 他在当时因为感冒 在度假小屋没有出去 然后呢 修林赛的太太就说 那我陪你 那剩谁 是查尔斯王族跟修林赛吗 就他们两个就去滑 那反正也没关系 毕竟他是王族啊 所以大家也都会 特别小心他们要去滑雪的场地 偏偏查尔斯王族这时候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他说我们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小路 挑战一下 就去了 就去 这个你就是没来过啊 而且可能之前也没有先经过 安全人员的检查 就这个偏僻的小路 竟然夺走了查尔斯王族 最好朋友修林赛的性命 因为遇到雪崩 那查尔斯王族自己本身 也被雪活埋 也是受到重伤 但是他后来有几十倍救出来 那我讲到这边 你就知道 我真的是差点英国少了一个国王 不止 这一场雪崩还葬送掉了查尔斯跟戴安娜的婚姻 因为在这个雪崩之后 戴安娜觉得 如果今天你查尔斯要不是过于自信 去选择了另外一条小路 你也不会害我们的好朋友修林赛 丧命于此啊 所以戴安娜终身再也不愿意回到科洛斯特斯 在他生前的终身 不愿意回到科洛斯特斯 可是你知道查尔斯王族 戴安娜王族批评之后查尔斯怎么说吗 他说我有受伤耶 你都不安慰我 我是王储位 你好歹也安慰我一下 怎么都不站在我这边 隔年他就带着他两个小孩 也就是威廉跟哈利 又回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刚才说了 两个人的这个社会价值观 完全不同 这也最后导致他们两个人 就像那冰雪般的相敬如冰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100万的订阅 我给他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抠更多人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